巴基斯坦陆军不得不用动用重型装备 包括今天好像还说有500人的先锋队 就是赶死队在前面陆军 然后28000人的重装部队过去 这个动作力度非常大 感觉呢 鸿林 你看感觉呢 好像这次是塔利班 这一回合塔利班是主动出击 而且出手还特别的重 对这个巴政府军的安全机构等等 是造成了重大的打击 但是呢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 巴基斯坦政府军一直在对塔利班进行清剿 甚至呢感觉好像快清剿干净了 怎么现在塔利班会有这么大的力量进行反扑 而且主动的发起攻击 实际上对这个民众来讲的话 可能有一个错觉 就是今年夏天以来 就是巴基斯坦政府军打击这个 巴基斯坦塔利班这个部组小武装 相当于是其中的一个分支 就在斯瓦特河谷这一带的 那应该说还不是塔利班武装的 这个主力的这个部队 那么在清理完这个斯瓦特河谷这个武装 而且造成了这个打死了 一千多名塔利班的武装的士兵 以后我们看到 在南瓦基里斯坦的这一支塔利班 就也坐不住了 而且你看这个巴基斯坦政府军 马上准备对他进行大规定的请求 包括巴埃粉炸死他的这个头目 背出拉玛哈苏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南瓦基里斯坦这个塔利班武装 他采取了这种新的特例 非常主动非常积极 新的头目上台以后 就是说一个是急于树立他的威望 另外一个也是希望 化被动为主动 而且在巴基斯坦境内 而且是全国范围内 挑动起这样的一个战火来 这和以往是不一样 比如说打到拉赫尔 拉赫尔是什么概念 已经是接近印度的边境了 几乎上的传统意义来讲 巴基斯坦以往被认为相对安全的地方 拉赫尔伊斯兰安保 这次全部在最中 因此巴基斯坦目前的国内的这种紧张局势 几乎是相当于是小型的这种战争 因此使政府和这个军队 应该说是没有可退的这个地方 现在看这个塔利班 这次确实是非常非常地猖狂 而且现在感觉是说 他这个野心和以前也不大一样 对 确实这次呢 巴基斯坦政府军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并且得到了美国的军事援助 美国的很多武器装备 现在源源不断地运敌巴基斯坦 其中我们注意到 这是一个华东邮报网站的一个文章 报道的说在这批军员里面 有一种武器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只是叫机密高级装备 小军猜一下 我觉得可能是一些通讯的装备和夜市装备 因为美国实际上原来跟巴基斯坦亲密的期间 就是1979年 这个苏联入侵阿帕之后 美国和巴基斯坦军方的合作 其实是没有任何遮拦的 应该说是很近的朋友 但是在这个98年这个5月份 巴基斯坦进行核实验之后 美国先是断掉了它的 停止了 终止了这个F16战斗机的这个出口 那么从那以后 实际上美国对 特别是美国跟印度走得逐渐比较近的时候 对一些比较关键性的 特别带有这个通讯的加密的这些 包括夜市的 甚至带有进攻性比较强的武器 对巴基斯坦其实一直有所限制 这一次我觉得 他说的机密 或者怎么样的 他可能是通过国会专门要讨论的 原来有一个限制 有一个限制的 对巴基斯坦的